本节目由巴黎欧莱雅独家冠名播出 2019年现场 第72节嘎那电影节 怎么样 休息好了吗 还好 不错 还好 不错 其实去年聊了好多关于你的巡演 然后终于我就在北京 那个武科松看见你那个巡演的现场 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震撼的 谢谢 因为这个后头的工作量还是很大的 就是在你工作的时候的话 你肯定有很多合作者的 如果讲到演唱会 其实有很多幕后的故事 其实可以分享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么多年 然后我其实除了台前 大家看到的样子 那其实我一直对幕后的工作 都很感兴趣 所以其实每一场演唱会 从真的是从零 就什么都没有 然后到每一个创意 每一首歌曲的衔接 它的舞美 灯光 所有的可以想到的细节 我自己都会全程参与 所以为什么说 我在大家看不到的时候 我都在开会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细节 和磨人的一些东西 就是你真的需要 一点一点的去跟不同的合作伙伴 去商讨 去修改 甚至是一次一次推翻之前的那个想法 去做到最终大家看到的那个样子 其实这个过程是灰头土脸的 并不是大家可能在嘎那红毯看到的样子 我就特别喜欢你唱的每一首歌 你的服装的改变 你怎么考虑的 如果说是演唱会的话 我其实更多的是会考虑到 首先是一个整体主题 比如说做再不疯狂的那场演唱会 我更多的是以音乐剧的形式来呈现的 那我所有的东西 我会根据那个东西去设计 那么然后再分布到每一趴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 转合 这样来考虑 那如果不是自己的演唱会 那是像一些 比如说跨年的这样的一些演唱会的表演 那也会根据那个歌曲的主题 像我在去年的这个跨年演唱会上面 就是有做这个木兰的一个造型 对我来说之前没有尝试过呢 那所以其实从所有的舞者 有多少舞者 他们穿什么 他们穿什么你也要管的对吧 是的 首先你是需要跟那个 就是舞蹈总监去讨论说 舞蹈的呈现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选多少的舞蹈演员 他们分别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大概的身形或者是 嘻哈的还是比较偏现代舞的 就是你可能要做这样的选择 然后才是说编程什么样的舞蹈 阵性怎么样走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因为它是要通过电视去呈现的 那你就一定逃离不开导播是如何来拍 和如何来切镜头 所以像这样重要的一个表演的话 我是会有一个 我基本上会有一个分镜头的 就是 那就跟拍电影差不多了 没有那么精准 没有那么精准 但是大概的每一趴音乐到哪里 从哪里出场 是什么样的角度 怎么样跟斯坦尼康的一个轨道 其实我全是脑子会有那个图的 你想过当导演吗 我想过啊 好 期待你的第一部片子出来 我自己也很期待 但是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 拍电影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所以还是会 会有一点担心吗 我不担心 我一点也不担心 真的吗 我只期望你的第一部电影出来 好的好的 那我加油 加油 而且一定要到嘎那来 好 好 奔着这个目标是吧 奔着这个目标是吧 奔着这个目标 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 这是高的目标吗 我觉得完全可以 没问题 谢谢 谢谢 你在配置所有的当中的话 美肯定是你的考虑 当然 所以呢 这个美在你的脑海里头 是怎么样的一个定义 首先我认为美是不应该被定义的 可能大家每个人眼中 会有不同的美 我觉得这种多元的态度 其实是值得应该要去推崇的 因为我觉得并不只有一种美 那我觉得很无聊 我觉得应该是有各种各样的美的 当然在演唱会当中 你会根据这个主题 去进行一些美学的设计 反复开会讨论 然后去设计包括推翻的 你有没有一个 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 最崩溃的一件事 有啊 我觉得就是沟通 因为就是一个浪漫吧 这个词 可能每个人对于浪漫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其实 沟通成本是 是不小的 你要非常精细 甚至你要去找出很多很多的参考 但是找那个参考这件事情 本身又是花精力和时间的 就是抠到那个细节 非常非常细 去讲 可能才会说这个沟通是有效的一个沟通 你怎么样选合作者 你会看他们的八字吗 你会看他们的星座吗 你还是会看他们的手掌 还是面谱 还是什么 还是 八字不会 因为人家也不会随便给我 但这是一种极大的信任 对对对 真的 是吗 当然了 为什么呀 很多人都不会愿意给八字啊 为什么 哦真的 对啊 对啊 我觉得还是会看一些 大家是否有共同的一些创作的理念 然后我觉得价值观也很重要 就是看看是怎么样的合作伙伴 像是自己团队的话 我觉得价值观就很重要 那如果不是自己的团队的话 可能我会 我们我们奔着这个项目 这个 这个比如说这个演唱会 或者这个唱片 或者这个展览 本身的一个创作的一个价值 和审美趋势这样的 可能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嘛 就得要志同道合 这么一说 对吧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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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么我吧 有个微博上头也有点人 没你的人气多 但是只要我说到你的话呢 就会有所有的人问说 哎呀 我们都喜欢春春 他什么时候出新专辑呀 你要问他呀 什么 我也只能够代表你的所有的玉米吧 他们叫 对吧 没错 然后的话呢 向你逼问一下 新专辑在哪里 就在那里 就在遥远的地方 我去 我不敢 我每次都不敢说 说得那么确定的原因是在于 因为我现在的唱片 基本上都是自己参与 参与所有的创作的嘛 那 你知道创作那个过程就是 有的时候 其实当你一切都做好了之后 可能你有一天就 觉得它没那么好 我可能就会把它推翻了 所以我总是不敢说 我几月会发片 几月会发片 因为我不知道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可能又吸收了什么东西 或者我在这样的长途飞机上面 我又想到了什么东西 也许它就会有一些调整 所以就会又推迟一下 对 所以我总是说 如果我没有发神经的话呢 它也许会在上半年吧 就之类的 不敢说辞 新专辑的流程是什么呢 我是比较喜欢说企划先行的 再说一遍 就是做一张唱片的一个企划 对 就是我不是说 我今天录了十首歌 或者多少首歌 我把它放在一块 它就是一张专辑了 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这样的 我是喜欢 我是习惯说 要不然那样做的话 我觉得发单曲就好了 没有必要要做专辑 专辑的意义是在于说 它整张专辑 它是有非常统一的一个气质 并且它是在讲 它是在讲一个 这个创作的故事 就像我们去看一些艺术品一样的 它是有自己的一个主题的 我喜欢这样的主题 每一首歌都是要跟这个主题 有关联的 所以它比发单曲要难多了 但是我个人又认为 专辑是一个 应该在我心里 心里面我觉得是不可替代的一个东西 就作为一个歌手来讲的话 那么如果说你 想了一首歌 坐了一次长途飞机 觉得 这首歌不咋地了 你真的会忍心就把这首歌给毙掉吗 忍心啊 我现在最多的一个 你太狠了 最多的一个 一个歌的编曲 做七版去做八版都有 那你不会 就是在把它彻底毙掉之前 你会先救它一次吗 我会象征性地改一改吧 但是我心里面的那个 但有一个 有一个我会做的事情 就是 我会跑去听那首歌的原始demo 没有编曲过的一个 最粗糙的一个样子 就是我会去找那个 我当时为什么写这首歌 或者是我 我被这首歌打动的点 到底是什么 所以你一定有一个 就是什么东西都存在什么地方 我有的时候也迷茫的 我也有迷茫的 你是一个很整齐的 就是 还行 有点整齐 我觉得你是应该是一个很整齐 对 你去了那个纽约的那个 全世界最大的时尚派对 Matecala 它的主题是叫什么 Camp对吧 Camp 对 对好多人都在说 那个主题是坎普 完了之后一说 坎普是什么 坎普就是坎普 但是真的是坎普 就是帐篷 没有开玩笑 也赢是吗 开玩笑 我就说一些我自己的理解吧 我觉得 其实坎普是一个 我觉得它是非常具有反叛精神的 一种美学 一种审美 因为它其实最开始还是一个非常 叫做 小众 小众流行吧 它并不是一个大众审美 然后它通过一些比较夸张的 比较 趣味性的 甚至是我们 我们可以说的 奇装一幅的 一些装饰 一些装扮 用一种趣味性的方式来做一件认真的事情 所以它其实是像一种大众审美的一种挑战 你在这个 McGala上看见你认为坎普表达的最到位的是哪身衣服 因为我在红毯就是准备的时候呢 就是大家会排着队进去嘛 那我就 我就突然看到一个 一个穿着灯的一个 一个女生 后来我就知道 哦 是Cat Perry 像穿成那样了 对 咋吃饭你 是啊 还吃吗 那也就别吃了 应该没 应该没有太吃饭 然后我进去之后 因为那里面也是 就是 非常拥挤嘛 然后后来我就 我就感受到一个软软的东西 从我身边 就是 就是 有挤压 后来我就发现 哦 他又换了一套 就是换成了一个 那个Burger 就是汉堡包的一个 哦 他就 就从吊灯变成汉堡包了 对对对 但是 那个质感不错 很软的 对对对 可以靠一靠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那这个 这个Chimp Gala 基本上属于工作性质 是不是 它更多的还是在于一个 就他们的party party 当然也会有一些 我自己的 比如说 在纽约的设计师 那我这次有碰到那个 王大人 嗯 Alex 还是一个朋友之间的一个 交流吧 嗯 就比如说穿个吊灯啊 变成个汉堡包啊 虽然是软软的 嗯 你 你能豁出去穿这衣服吗 我暂时还不行吧 还要理练一下是吗 对 就我觉得暂时还不行吧 因为 我觉得我毕竟是一个 东方的女孩 就是我们 我们有自己的一种 文化 我依然是认为我 我选择的礼服 是具有坎普精神的 嗯 因为 呃 当然它不是汉堡包 也不是吊灯这样的 但是 它本身的 那个孔雀 呃 的那个 刺绣的东西 它是 它是运用了中国的 非常戏曲的一个元素 然后另外它 它是在那个 又非常西方宫廷的 这个 刺绒上面 来做的一个 一个设计 它是把东方跟西方的 这个东西是 是相融合在这样的 一套礼服上面 然后呢 我还尝试了一个 手推波纹的发型 所以它其实我觉得也是 也是坎普的吧 只是说每个人的坎普 对坎普会有一些不同的 诠释 不同的理解 OK 我们呢 既然你已经去了坎普的party 有Met Gala了 又 有波文了 有 也看见那大灯和汉堡了 我们 想你用坎普的方式 去染一个嘴唇 去涂口红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